首先请上的是今年雨超联赛的亚军球队 场上队员包括像大家看到的杜鹏宇 洪伟 拉特查诺 这些主力的队员 青岛队的刘勇 刘智岛 包括是许德亨 许智岛 稍微如果说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今年的比赛 颁奖的场地不是在我们广东省内 如果要说再接再厉的话 希望明年广州粤语队可以以更高的一个积分排位 杀入到季后赛 这样的话将会在主场上更加的占优 洪伟今年也是交流到青岛队 拉特查诺还有刘晶如 不过回顾今年的雨超联赛是在奥运会之后紧接来进行的 当中也是跨过了好几站的包括欧洲好几站的接连背靠背的公开赛 然后又回到亚洲是中国公开赛 包括中国香港站的比赛 以及是中国澳门站的黄金大奖赛 在这么多比赛的流程之下呢 雨超联赛还是紧锁密鼓的进行 今年我们广东省内一共有三支羽毛球俱乐部的主场 包括八一东陵集团队 还有广东欧派队 以及新科冠军广州粤鱼伟豪阔队 可以说雨超联赛不但是在我们广东省内各地 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了高水平的羽毛球比赛的享受 而且雨超联赛更是为国内很多年轻的羽毛球队员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初赛的机会 要知道平时如果在没有雨超联赛的时候 等待他们可能是一年当中的像全国冠军赛 全国锦标赛等等这样的比赛 但是其实打比赛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 而且国家队包括是一队的队员也更加不会参加 各位球迷朋友明年就是全运会了 通过今年的雨超联赛 相信大家也是挖掘到很多的新星 或许是找到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新人球星 明年在广州将会继续举行广州市锦赛 然后还会有全运会在辽宁举行 那是明年我们中国国内雨潭的两件大战 当然广州市锦赛更是要吸引很多各路的好手 今年林丹继续示威八一队效力 那么李宗伟是交流到了浙江队 非常遗憾没能在联赛当中看到林里大战 而随着像陶菲克还有彼得盖德这样老将的逐渐的淡出雨潭 世界各支强队包括中国队在内都要迎来新一轮的换血 所以雨潭联赛将会为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 带来更多的机会 也会为中国队输送更多新鲜的血液 在这里必须要提一下青岛队 因为在我们国内经常说我们广州是羽毛球之城 羽毛球是我们的试球 那当然今年广州队已经是喜获冠军 但其实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座城市像青岛 他们对羽毛球的投入也一样是不遗余力的 羽毛球在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包括他们也是对羽毛球投入了很多很多 青岛不仅承办了全会的羽毛球项目的比赛 还承接了向苏迪曼碑 包括青岛也是中国羽毛球队 在多年的一个训练基地 经常在青岛举行这个集训 所以青岛队在这些年 在羽毛球方面的投入 其实也是给了广州一个很好的激励 这也是鞭策广州所有的 参与到羽毛球工作和事业当中的每一位人 其实我们在国内还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请让我一一读出他们的名字 今天终于可以大胆地笑出来的王正明 在两个关键的总决赛当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连胜杜鹏雨 然后是广州队的女双主力 北起立 包一新 刚才还有欧东尼 邓璇 祝贺祝贺 今天广州队是 穿了一件很醒目的 Champion 红色的队服上台 这真的是红韵当头 不得不说是古剑杰鹤陈文红 还是广州粤语队的老队员了 那在过去几年当中 他们是给广州粤语的球迷 带来很多的欢乐 包括也是增强了广州队的实力 那么最后也不得不啰嗦一句 广州粤语队呢 是有我们国内语超的 这个黄马支撑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后辈人才的培养方面 我们广州队还是要继续努力 要更上一层楼 加快脚步才对 希望未来在国家队当中 能够涌现出更多广州籍的队员 这才是我们广州 在投入语超联赛当中 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在广州市领导 包括市体育局的领导各方的关怀和感谢下 广州粤语伟豪地产队 今年夺得了羽超联赛的冠军 祝贺 祝贺广州粤语队 感谢各位球迷朋友 奖杯在他们手中 一个一个地递交 的确这场胜利是大家共同地努力而得到的 今年的羽超联赛到这里就圆满地落下了帷幕了 各位球迷朋友 虽然是在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不一定能够在每个周末 包括是周四 我们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羽超联赛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也不能说是寂寞 但是总归来说比赛是少了很多 但是接下来在这个月的12号到16号 在广东深圳将会举行世界羽联的年度总决赛 让我们还是有很多好球可以继续为大家跟进的 而展望明年 可能我们将会迎来更加盛大的广州举行的市井赛 我们也希望更多各路的球星能够到广州来 也希望我们国内很多的热爱羽毛球的球迷朋友 也可以到广州来 我相信广州的球迷朋友会热烈地欢迎大家 并且给大家创造一个很好很好的比赛的氛围 趁着今年羽超联赛落幕之际 在这里也约定大家 那么明年市井赛广州见 今年广东体育频道 广东电视台依然是大力地投入到羽超联赛当中 为大家送上了多场比赛的直播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一直以来对广东电视台的比赛直播的一个支持 我们会在各档新闻当中 包括娱乐无限 继续为大家送上今年羽超联赛的情况 请大家继续支持广东电视台为您送上的节目 包括比赛直播 感谢大家 我是余嘉欣 我们下次的直播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